这个赛季的黄马备受关注,没有了齐达内和塞罗的黄马要在洛佩特及和贝尔的带领下重新起航了,之前他们在国内赛场发挥得一般暂时在欧冠赛场上,展现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所以可想而知作为其达内和塞罗的接班人,他们会承担着多大的责任,好在现在的黄马做得还不错,联赛拿下两连胜之后,排名西角第一位,队内的赫兴贝尔也是连续进球,让人觉得黄马的选择是正确的,而塞罗在尤文图斯也打了两场比赛,不过很可惜没有进球入场。 在今天凌晨黄马逆长赫罗娜的比赛中贝尔拿下了全场最高分,他在比赛中传射箭弓,长途奔袭也是他的拿手好戏。 埃森西奥在比赛中两度造点也是球队逆软的绝对攻城,洛培特级的两连胜让他一扫欧洲超级杯,终于看得输给同城对手马进的阴门。 本赛季虽然没有太大幅度的演员,不过荒马却又希望在欧冠和联赛中双线挺正,赛号显示马赛洛在队内评分中仅仅比同样是边后卫的贾尔拿而高一些。 比赛之后巴西国奖也是接受了采访,他表示自己很惊讶,洛培特级会将自己换下,当然也有尊重教练的决定,要知道马赛洛作为助攻和防守能力都很强的球员。 他在比赛中对于黄马的贡献有目共睹,今天的比赛中,他在第60分钟,第一个就被换下了场,也就难怪还不大适应被换下场的马赛洛在后有点发牢骚了。 之后马赛洛还表示自己确实,很想念C罗,他是世界最佳,不过现在和本则嘛,贝尔在一起感觉也挺好的,马赛洛的确是C罗在黄马最好的朋友,不管是在球场上还是场下两人的默契度也都很高,之前经常给C罗助攻的是恶奇尔,后期黄马中场人员变动很大,而在边路助攻方面,马赛洛和C罗, 有点当年阿尔维斯和梅西的感觉,再加上两人私下关系很好,难怪在最近马赛洛频频表白C罗呢,甚至还有消息臭他也想要离开黄马去调油文图子追随C罗。 卧帮要